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3月23日 星期二的收視Ground 障礙陳提和大家總結港股確發 港股今日高開低走移 29.9大關係得而復失 美國10年期息率回落恒指得而高開122點 一度上揚157點 但在內地股市走弱之下 並且由憂慮新興市場震盪 大市回落重新跌穿29.9大關和10天線 然後最多急跌超過500點 收補28,497點 在一月未來的收視新低 單日跌了387點 跌幅在1.3% 至今為止連跌3天超過900點 而高開55點的國址 收補11,111點 跌了195點 跌了1.7% 而科指就收補8,295點 跌了213點 跌了2.5% 大市成交金額1,666億元 今日大市偏遠 只有6隻籃籌可以高收 本地地產股份已經佔了其中4隻 見到新鴻基、九倉置業 長和同行基地產升8.0.1% 到8.0.7% 而表現最佳籃籌股就是百威亞泰 今天收補24.1% 推升8.9% 反之吉利方面 去年少賺超過3.2% 加上憑高科技定位回科創版 今天收補22.5% 大跌百分之6.6% 在籃籌中佔底 而科技巨頭股份就集體就低 見到騰訊、美團、阿里巴巴和小米下探 百分之0.5%至百分之5.2%不等 越聞方面去年是迎賺虧44.8萬元 即前就已經大跌百分之7.3% 在科技股份當中 今天也是佔底 收補67.1% 同時 區法鏈抗驗股在比特幣下行之下嚴重受壓 尤其尾頭收補2.7.7% 急跌超過1.7% 近期強勢的資源類股份 今天集體回透 倫敦其旅下跌百分之3 已想見到中壢、俄女和宏橋 下探百分之3.5%至近1.2%不等 而五礦資源、江西銅分別跌了百分之4.1%至百分之5% 洛陽木業方面 即使去年盈利大增2.5% 估計依然要見4.7%一個月身低 收補4.8圖3、大跌百分之4.6% 唐山限產也未能為今日的鋼鐵股份 提供續升的動力 見到鞍鋼、馬鋼、中國東方 大跌百分之8.5%至百分之10.5% 今日收視到這裡 明天再見 明天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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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天見